光阳二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 原来我们都和彼此一样 突然感觉很累 就像冰寒彻骨的冬夜 让人无处躲藏 一起欣赏今天的故事 雪季过客 2006年初春的加拿大上空 一位沉默的旅客百感焦急 他反复摸索手中照片 逐渐消失在阳光里 可惜暖阳迅速被大货车冲散 直到烟雾散去 他才走进一旁的餐厅 男人与所有顾客都隔着一段距离 仿佛天生就坐在角落里 和一位陌生女人对其产生兴趣 沉默寡言 只爱看书的男人 遇见一个无话不说 能量充沛的陌生人 奇妙的话却反映就此诞生 活泼者能察觉到一股莫名的痛苦 却不知该聚焦于痛苦的哪一部分 他其实也知道 男人想独自待着 可沉默的阅读者 看起来很需要交流 仿佛有许多年 他都未曾开过口 男人不知是否被言中 只好逃出餐厅 他启动车辆 却发现方才那位女子 正要搭车去下一个小镇 男人原本有些抗拒 但看着对方的笑容 又心软起来 两人于是自我介绍 说着英语口音的爱丽 与活力满满的维安 就这样认识了 只是在出发前 爱丽有言在先 自己可是刚从监狱出来 可听闻对方杀过人的维安 并未都说什么 两人就这样在血缘中启程 身后便是重行大货车 而爱丽的心中 也像在这十吨原木般沉重 她不想谈及犯下的命案 好在维安也只是有点紧张 正因为自己的母亲 整日担惊受怕 所以她自小便决定 要做个天不怕 地也不怕的人 不苟言笑的爱丽 终于还是捕捉到旁人的善意 初春的安大略 依旧白雪矮矮 可无亲无故的爱丽 并非是来看望孩子 维安努力寻找话题 却还是被沉门的司机打败 真是个有趣的灵魂 爱丽笑着感叹 去小镇的路还长 两人一起在路边吃快餐 维安对朋友好奇心再次泛滥 爱丽宛若兼兵的心 也透出些许裂痕 其实她父母都已过世 只有个金融界的富裕兄弟 与自己老死不相往来 弟弟倒是很英俊 可他更喜欢男人 维安这下不得不承认 朋友的确有些冷幽默在身上 汽车继续前进 路过桑梁的树林 不得不说 这段路上的大货车真的很多 为了克服噪音 维安买来最爱的唱片 还为母亲准备了一些奇怪的礼物 她迫不及待要见到妈妈 爱丽虽然也被这股情绪传染 但她不敢把车开快 只是并非所有人 通过路口时都会小心 两人的汽车还是被撞翻 车上沾满了融化的血水 缺少了一位火蹦乱跳的乘客 爱丽的大脑顿时一片茫然 她不想理会大货车司机 只希望维安能被救出来 但很遗憾 消防员已经做不了什么 爱丽的内心跌落谷底 再度变回了沉默寡言的她 出于事故调查需要 爱丽得在小镇停留几日 可令警官意想不到的是 对方竟然提出 要去看望维安的母亲 这并非只是考虑家属情绪的问题 维安的情况 比常人想象的更加复杂 不论如何 拿起维安遗物的爱丽 还是默默出发 她与大货车司机擦肩而过 没有多说一句话 只是搭乘巴士 默默去向远方 到达维尼镇时 天空下着大雪 爱丽一路寻找到深夜 终于来到维安的家 屋内播放着动感的音乐 可出面迎接的 的确是维安的母亲 琳达 琳达从不社交 从来只接收必要信息 虽然已同警方谈话 知晓女儿离开的事实 但她看起来只是有些疑惑 也不想和眼前的司机多说 爱丽只好补充 自己带来了维安的礼物 一听是女儿的礼物 琳达连忙开门 她与光球玩得不亦乐乎 全然不像年轻半百的人 爱丽一时错愕 不知这位母亲经历了什么 她只是被对方命令 一定要将鞋子摆放整齐 爱丽正在明白 琳达是一个人住 如果这位母亲需要 维安的葬礼事宜 她到时候可以帮忙 可琳达不需要同任何人聊聊 她唯一关心的 是客人被雪打湿的外套 琳达似乎有洁癖 厌倦一切潮湿的东西 不论爱丽是否喜欢 她都要换上干净衣服 仿佛琳达痛恨肮脏 胜果遭遇不幸 除了维安留下的狗 没有谁能在这里放肆 维安心中的家 一切都要严丝可缝 一尘不染 维安当初之所以离开 这个洁净的屋子 是因为励志要当作家 她曾与母亲畅想 自己会同世上 最孤独的人一起赶路 因为这类人身上 有最意味深长的故事 爱丽一时语色 直言自己是来忏悔的 可琳达有些不明白 这是爱丽故意的吗 如果不是 那自己就没有疑问 能让维安搭车的自己 一定是个好人 能留意发光球的朋友 一定也很善良 说吧 琳达便独自玩乐 爱丽只好低头品尝 却没有止住自己的眼泪 不知是嘴里更苦 还是心里更苦 她为心中悔恨淹没 不敢相信 维安已经离去 琳达有些迟疑 但她明白 什么叫负罪感 两人正在探讨 却被门铃声打断 邻居们都很关心这位母亲 可社交对琳达而言是灾难 口出恶言的她 只想一个人静静 邻居突然很奇怪 英国口音的陌生男人 为何会被琳达留下 爱丽顿时慌张起来 在遇见维安之前 她也是个从不说话的人 可天色已晚 巴士早就停运 最近的旅馆也要走上数英里 思维跳跃的琳达 干脆建议爱丽待到周二 那天是收垃圾的日子 可琳达根本不想碰垃圾袋 这原本都是威安来做 爱丽倒也没想拒绝 只是自己不能留下过夜 她走进厨房找自己的衣服 却将爱干净的琳达点燃 试露露的外套 的确和垃圾很像 爱丽还是住了下来 可惜长椅无法入眠 睡眼轻松的她 干脆找到无人的儿童房 这里想必是威安当年的房间 爱丽瘫倒在下铺 却不曾想琳达也在这里 如果不是因为思念残留 她恐怕是世上唯一一个 还在睡上下床的成年人 不过爱丽没必要转移 琳达不喜欢有人走来走去的声音 但愿客人睡着后没有含声 可直到入睡后 爱丽才发现上床的琳达 才是最不安分的那个 她突然想起自己吃过厨房的饼干 琳达一听大惊失色 连忙起床去打扫 威安的家看来比爱丽所想的更古怪 可她的确爱吃饼干 也喜欢屋内的摆件 可每当看见威安时 爱丽心中原本笑容兼兵 还是会有所加固 或许只有像琳达一样 不去寒冷 享受阳光 才能直面自己 琳达一直很喜欢 冰雪在嘴中消融的感觉 爱丽无言以对 只好去接待邻居 眼前的马基似乎很了解琳达 爱丽这才得知 威安的母亲患有自闭症 不过她与大家都认为 威安的死并非爱丽的错 这是个人情数落的小镇 大家藏不住秘密 只有琳达从不向他人寻求帮助 爱丽可以多为大家留心 可惜琳达与女儿一样活泼 她所需要的帮助是一起堆雪人 琳达当即决定 以后每次想起威安 她都要创作一个前所未见的雪人 但琳达也不会谢绝所有的关心 电话留言里的父母 时不时会来问候女儿 但还不知孙女已经去世 琳达没有正面回答 只抱怨今天要去认领威安的遗体 明天则要去工作 直到下周二才会有人来受讨厌的垃圾 爱丽倒也不用惊艳 大家都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 琳达最不解的还是自己非要去认领遗体 大家明明都知道 无缘是什么样子 既然琳达需要人陪 爱丽当然会答应 这位古怪的客人 在琳达心中顺眼起来 可惜爱丽的眼睛有些学术 让人觉得老奸俱滑 这种人一定交不上朋友 好在热心的琳达伸出了援助之手 别说交朋友没意义 试试这副新眼睛吧 这可是威安的眼睛 让人觉得很和蔼 爱丽不再反抗 干脆来到镜子前 祭奠一段友谊 停尸房里的人的确是威安不错 可东张欺望的琳达 就是无法直视女儿 对方看起来有些不一样了 她无法断言 这就是自己的威安 只有哽咽的爱丽代替朋友确认 回家路上的琳达一言不发 只是扫除一路的不和谐 她叮嘱爱丽别再说话 好让悲伤的情绪快点流走 房屋的触感 与一路的阳光 让琳达恢复正常 可面对证明的问候 琳达还是有些反抗 这番对话有些古怪 但爱丽已经开始明白 琳达想要表达的 以及想要做的 她不想筹备女儿的葬礼 置办鲜花 邀请亲朋 听起来就像是结婚 这并没有手中的雪花重要 琳达唯一关心的 是将葬礼放到下周 这样爱丽就会留下 还会帮自己处理垃圾 两人一言为定 琳达兴高采烈 喜下下周日程 既然要准备葬礼 爱丽得知道 威安生前喜欢什么 那母亲很明白 如果可以 威安只想活着 她也不接受邻居对威安 表达的哀思 那是个风尘女子 不知在盘算什么 一头雾水的爱丽 只好来到威安的房间 了解此人的过去 威安等文字很温柔 对世界观察细微 也能敏锐捕捉情绪 在她眼中 过往不过是回忆 未来又是遥远的梦想 此时此刻的你 才是真正的自己 爱丽读完如释重负 答应威安好好做自己 她开始带狗狗出去散步 这让警察很是诧异 看来马基有了 除自己以外的新朋友 毕竟爱丽此行 不光是来戒茶叶的 她的确需要找人谈谈 因为威安的影子 在爱丽眼前挥之不去 或是歌唱 或是舞蹈 只有无能为力的自己 渐渐失去那束光 但在马基看来 爱丽会留下操办葬礼 已经很善良 马基喜欢多愁善感的人 她们今晚还可以聚聚 爱丽的世界逐渐变大 学唱威安最爱歌曲的她 也勾起琳达的回忆 爱丽不禁好奇 如果你不爱与人交集 又如何忍受威安的 可琳达从未被孩子困扰 她只是厌烦无趣的普通人 但永远青睐那些有趣的灵魂 赞赏那些与自己有所共鸣的人 威安善解人意 总能帮助到母亲 爱丽接过话题 表示自己能理解 她也有个离世的儿子 但琳达知道 没人能真正理解旁人的感受 因为你不是我 她甚至连自己的体会 都时常无法参透 因为人生大半的时间里 并没有多少确知的喜怒哀乐 琳达只是在迷茫中寻找自己 如果有时间就去玩蹦床 爱丽不用回忆孩子 只要和她一起玩蹦床 堆雪人便好 爱丽原本想与琳达共情 可关于儿子的故事 花到嘴边 却被堵了回去 琳达察就到对方的无奈 问起爱丽的儿子是否喜欢去 事实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 有摄影师拍过数千朵雪花 那是属于冬日的慷慨 但无论如何 就是没有相同的雪花 爱丽渐渐察就到自己的能量 她带上威安德狗 前来与马基约会 对方倒是不觉得 爱丽看起来老奸俱滑 她只是体会到一股莫名的忧伤 不过爱丽能记住琳达 所有讨厌的东西 这倒是很稀奇 毕竟在家中磨搓床单的母亲 很少对他人表达自己 只有绒布的柔滑中 残留着女儿的气息 那双熟悉的长靴 也能让自己走得更远 或许大家或多或少 都有些活在过去 好在爱丽记住了威安德教诲 仍要活在当下 而当下的自己只沉醉于马基的魅力 两人都很直接互相表达爱慕 可惜爱丽有些不在状态 也不想回答太多问题 只想珍惜今晚的温存 可稍后穿起衣服的爱丽 忽然想起了什么 她问起马基 昨晚应该收取多少费用 对方迟一片刻 表示自己是有些难办 但对于爱丽 只是出于欣赏而已 爱丽先是尴尬 又觉得如释重负 她很是感激对方 能够给予自己欣赏 而一大早就准备工作的琳达 想必也得到了孤楚欣赏 她将葬礼事宜 全全交给爱丽 却被地毯上的呕吐物吓坏 真不知道威安德狗 昨晚到底吃了什么东西 地毯上会留下脏东西吗 琳达不敢细想 真是的洁净不复存在 让这位母亲无比伤感 如果女儿还在 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爱丽终于含湿 结果未安的使命 她奋力擦洗地板 并偷偷溜进厨房 所有水分都要擦除 保持室内干燥 而琳达也得以放松身心 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她整理的货柜 实在非常整齐 爱丽也多多留心 带狗狗去看宠物医生 这一幕被警官撞见 她抓住机会 来到马基家中 这并非是社交拜访 而是一次提醒 警官已经了解到爱丽的嫡系 她杀过人 还有过服刑经历 警官不得不怀疑 爱丽让年轻女性搭顺风车 还寄宿在自闭中患者家庭 是否别有用心 马基一时语泽 只想让警官离开 陪琳达玩祖词游戏的爱丽 当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倒是任意发明单词的琳达 常常令其感到无奈 琳达似乎想用灿烂阻词 却又添加了奇怪的形容词后缀 不仅如此 她还能用其造句 一位耻默的英雄 被困在山洞中七日 忍其哀恶 昏暗无光 直到第八天 她才逃了出去 日出十分的山岗 灰光刚刚洒在山上 天空一片金光 大地凄净无声 英雄迟一片刻 却只听见自己的心跳 世界如此广阔 而自己却十分渺小 只见英雄缓缓为身 她昂首挺胸 遥望天空 这便是琳达所造之剧 艾丽不得不承认 这个游戏有深意 她来到自己的片区泡茶 屋外的尖兵 也渐渐融化 而傍晚的艾丽 属于心事重重的马迹 她其实解过魂 却背叛了一个好人 自己的确很自私 让对方伤心透顶 而马基的分享 需要阳光下的回应 艾丽只好拿出照片 那是自己素未谋面的儿子 她的确无亲无故 因为这位可怜的孩子 直到发现自己的出生证明后 才得知父亲其实还在人世 艾丽这次来到加拿大的墓地 正是去见见那位怨恨自己的母亲 两人相识已有22年 可直到四年前 艾丽才被自己的儿子约见 两人兴高采烈约定在饭店见面 和艾丽坐了一整天 也未等到对方出现 原来孩子是在路上遭遇车祸 永远离开了世界 艾丽从没有见过自己的骨肉 仿佛失去的 就只是一份念想罢了 整整四年 她都在哀悼一位苏美平生的人 而事到如今 艾丽的哀悼名单又多了一个微安 马基沉默片刻将爱人拥入怀中 让夕阳陪伴他们 早中的暖阳十分治愈 路过商店的艾丽也突然想要换一副眼镜 可惜她的审美似乎有些与时代脱节 电影其实能看出来 顾客有温柔的一面 不论她是否要换眼镜 说话口音都十分好听 开始与人交集的艾丽获得越来越多的赞美 直到遇见大货车司机 经过事故调查 车祸只是一起意外 司机想找到琳达忏悔 可在艾丽看来这虚伪至极 司机抱怨自己丢了工作 可琳达却失去了支撑生活的女儿 手中的鲜花也好似另任 司机无言以对 督促艾丽击打自己 可对方根本做不到 她拼命奔跑 仿佛再晚一步就会被愧疚追上 只能独自感受阳光 艾丽并不知道 琳达是否也会这样难过 但对方确实很爱碰撞 她不再为之奇怪 而是选择娓娓道来 自己其实坐过牢 还犯过命案 可琳达毫不奇怪 你一定是和那位司机打了一架 艾丽顿时哑口无言 总是漫不经心的琳达 其实猜中了一切 她只想告诉这位伤心的父亲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如果被爱的过往无法改变 为何不好好享受现在呢 艾丽不再反抗 答应琳达为其跳蹦床 而作为交换 葬礼之后 家中也要举办一次聚会 两人今天玩得很尽兴 马吉将此看在眼里 明天就是葬礼了 她能看出爱人很费心 但无法理解 坚守孤独的琳达 Randa确实 总需要有人填补 马吉也常常会想 要不要去帮琳达的忙 却总是无法跨过那道洁净之门 艾丽总算明白 其实大家都很善良 她开始喜欢现在 喜欢那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自己 第二天一早 想要帮忙的邻居便登门拜访 她为葬礼准备了食物 可上面的奶油富含蛋白质 琳达到时候根本不能吃 她干脆拿起扫把 将糖霜拨撒给狗吃 随后便将其还给邻居 对方十分惊讶 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眼见邻居成功被逐客令送走 艾丽忍不住大笑起来 连琳达都有些跟不上 她才应该是那个情绪最多变的人 接到遛狗任务的艾丽 还是扑了邻居的后枕 好在琳达不会生气太久 琳达的捷径之家 有人不想离开 也有人不敢进去 这对老夫妻正是琳达的父母 他们只敢在门外哭泣 女儿一露面 他们便收起情绪 艾丽目睹一切 决定给一家人专属时间 她只是来到湖边静坐 并在内心斗争中 拨通了一个号码 无缘的葬礼就在今日 艾丽准备了夸张的灵带 一位朋友喜欢有个性的舞剪 琳达表示赞许 却依旧把玩着雪花 她不知葬礼上的自己 究竟会不会哭 只知道那位拍过上千片雪花的摄影师 最后死在了暴风雪中 琳达惊叹一口气 终于向外界寻求帮助 她想一个深深的拥抱 但不想被手掌触碰 艾丽当然乐意效劳 琳达细细感受拥抱 内心十分满足 她带着温暖参加葬礼 也没有患上争装 或许只有这样 琳达才会忍住不哭 可葬礼还有一位特殊的访客 艾丽看见司机当即起身 斩钉截铁地向对方走去 却只是伸出了右手 大家是时候放下怨念 共同缅怀美好的慰安 祖父在葬礼上至此 却没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感伤 她赞扬慰安的慷慨与温柔 孙女总是宽容所有人 接纳大家的特殊 就用慰安创作的儿童故事 为致辞结尾吧 那是一位天真的孩童 总是在奇妙舞动 琳达跟随父亲的讲述 仿佛也看到雪花朵朵 那是一份无与伦比的天真 给世界带来新的角度 与众不同 也是一种灿烂 慰安深爱着这位孩子 她更明白 对方也深爱着自己 至此结束 葬礼进入倒计时 大家全体起立 聆听慰安生前最爱的流行歌曲 如果她能听见 一定会很高兴 可葬礼后的聚会 倒是让琳达很不高兴 半生不熟的朋友在家中闲聊 还时不时弄脏地毯 这简直是场灾难 为什么大家不能将鞋子放整齐 琳达的痛苦 爱丽感同身受 马基也找到邻居 表示自己以后会多多帮忙 可琳达最在意的 是警官用吃过点心的手 去碰自己的玩偶 她无法接受 在门外默默哭泣 父亲将此看在眼里 可女儿总是要面对世界 她感谢爱丽这些天来的付出 并说起 维安降生的故事 琳达自小患有自闭症 不善交际的她 年轻时与一位 郑中心的男生交好 大家起初都在观察 琳达也没有不安 直到她怀有身孕 众人才渐渐开始担心 琳达或许是被强迫的 那时维安已经长到六个月大了 当你接纳一个人 就要接纳她的全部 不论幸福还是伤痛 就像你接纳世界一样 老人感谢爱丽的付出 爱丽选择离开 也是她的自由 这不是被逼无奈 而是自由的选择 琳达也是自由的人 她回屋播放音乐 想要夺回自己的屋子 众人被琳达奇怪地舞蹈惊呆 但母亲能够察觉到女儿的快乐 纵情舞蹈中 琳达仿佛看到冰天雪地比的女儿 她们是这样快乐 无忧无虑 也能在欢笑中告别 当冰雪笑容殆尽 琳达也回到了自己的生活 在爱丽的帮助下 一切静静有条 连警官都改变了看法 安慰小镇的客人 爱丽察觉到离别的气息 她不再为精益求精的琳达奇怪 也记得周二有人收垃圾 只是最后的最后 她还要将维安的狗托付给善良的马基 自己其实也想过留下 住在小镇的湖边 但马基直言 自己其实没那么自私 爱丽可以直面命运 看望曾经的故人 两人拥抱作别 爱丽终于得以敞开心扉 自己的确杀过人 四年前的那一夜 她找到儿子车祸的招式司机 将对方打到站不稳 那名司机最后跌倒在台阶上 就这样丢了性命 可马基其实早就知道 她只是等爱丽先说 先说出来 才是自己的选择 交起等待垃圾轻运车的琳达 其实也有自己的选择 可爱丽就要走了 无法等待迟到的轻运车 琳达一时有些恼怒 可她也发自内心的感谢 这位不像威安那般有趣 却也同样美好的客人 爱丽感谢朋友的赞美 也忘不了对方手中的雪花 只是自己真的要离开了 琳达其实有些不大好相处 却也值得被人挂念 爱丽从未想到 说再见的时刻会如此艰难 琳达或许是世上唯一一个 从不需要爱丽解释自己的人 她为垃圾的事道歉 而琳达也欣然接受 门锁还是被打开 爱丽直言 自己以后会常打电话 可琳达却言辞闪烁 没有正面挽留 爱丽一时语字 抓住机会送来迟到的歉意 她知道琳达一定停了进去 爱丽终于走出房门 表示自己在冰箱留了份礼物 告别总是需要酝酿许久 可爱丽的消失 在琳达收拾下不过一瞬 她唯一留下的痕迹 是冰箱中的礼物 冰雪蛋糕 真是让人幸福 可面对垃圾经营车 琳达还是无能为力 可就在其慌张时 不由分数的马迹突然出现 将所有垃圾带走 接受善意 其实没那么难 爱丽一定会知道 自己与朋友们都不孤独 冰雪在暖阳照耀下 已消失殆尽 她突然想起一首小诗 日出十分的山岗 灰光刚刚洒在山上 天空一片金黄 大地寂静无声 英雄只听见自己的心跳 世界如此广阔 而她却十分渺小 她拨手挺胸 遥望天空 走进灿烂与辉煌 全片完 《雪季过客》是2006年 上映于英国和加拿大的剧情电影 早春的北美寒气微消 但冰雪却已在融化 只有金黄的暖阳洒落人间 给一个个落寞的灵魂 带去安慰 像是尚未得到 就已失去的幸福 像是尚未理解 就已得到的宽恕 世间的寒冷 其实无处不在 匆忙的生活 孤单的自己 以及人事变迁的无奈 都像无法治愈的疾病 摧残着无数人的心 直到那份缺失与遗憾 被一道光芒消融 被有趣的灵魂治愈 人们才突然惊觉 自己面对生活的无奈与苦楚 还有宽容与慷慨的选择 请珍惜那个给你拥抱 愿意在人群之中 找到你说话的人 但愿我们都能等来山间的阳光 去做自己的英雄 冬夜漫长 终有日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完今天的故事 你是否有所感怀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 Altyazı M.K. 感谢观看